争取台东区域立委连任的刘兆豪 11号晚间在张志明宣布败选后 自行宣布当选 支持者与竞选团队都相当的兴奋 他也在团队的陪同下发表胜选谈话 感谢台东乡亲的鼓励 并表示将肩负起责任更加的努力 县长饶庆林也在第一时间 送上红榜表达恭贺 璀璨的烟火点燃台东市区的夜空 争取台东区域立委连任的刘兆豪 11号晚间在张志明宣布败选后 自行宣布当选 支持者与竞选团队都相当的兴奋 刘兆豪在竞选总部 向支持者一一握手致意 深深地向选民一鞠躬 刘兆豪在妻子林子轩的陪同下 发表胜选谈话 向过往每一位支持他的伙伴 表达诚挚的感谢 更感谢台东乡亲 给台东子弟的鼓励 他也表示 从今往后要展现对台湾更多的爱与包容 并强调选完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后续的四年 我们会加倍的努力 提供一个更有效力 更有温暖的一个服务 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 无论是发动铁路双轨化 我们医疗的提升 南迴铁路电气化的完工 还有我们台九线北端的拓宽 还有台九线草浦到新路之间的拓宽工程 我们一定会来 在我们下一个四年 我们加倍的来努力 希望能够把台东的 颜值的基础建设赶上 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 蔡英文总统 一再宣示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会来协助 会来 会协助 也来督促 这整个政策赶快上路 他强调 刘兆豪只是一个代号 期盼兼负起责任 让更多青壮派 愿意在台东口入公共事务 让台东充满更多不一样的情境 并表示 让台湾当成世代人的家 是这一代人 则武唐代的责任 并强调民主自由的得来不易 民主自由也绝对不是突然我们捡到的 民主自由是在每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每一世代的人 他都用不同的方法去争取 有人为了这样的民主自由 他牺牲他的青春 牺牲他的家庭 甚至牺牲他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这次的选举 全世界都在看 他看到一个重要的讯息 他看到了台湾 台湾的民众 用选票 用民主的方式 告诉全世界说 台湾要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主权 台湾要走一条更民主 更自由 更繁荣的道路 台东县长饶庆林 也在第一时间亲自送汉红棒 恭喜刘兆豪连任成功 刘兆豪也在发表申選谈话时 向其他竞选者致意 并强调台湾土地上的大众 都是一家人 要以爱与包容来对待彼此 记者江碧任 潘俊伟台东市报道